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一个是全世界都要留意这个病毒的走向 也就是说变异 有的变异会很严重的变异 会影响疫苗的效果 会影响药物的研发 这是一个 第二个很关键下一步 就是要通过广泛的接种建立群体免疫 中国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群体免疫 现在初步看起来 假如说疫苗的有效率是70%的话 那么大概要80%以上的老百姓接受疫苗接种 所以这个是非常急迫的 一个是要大规模的接种 建立了群体免疫 另外一个呢 接种的越早 建立的群体免疫越早 这个病毒的变异就越少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在中国这是非常迫切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全球应对健康威胁的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既有我们的政府领导参加 也有卫生方面的专家参加 搞流行病的搞各方面 又有能够这样保证呢 这个大家对于这个 新冠疫情的抗疫这个取得医治的看法 同时呢 有足够的财政支持 同时呢 也使疫苗能够公平化 成为世界公共的产品 这样的话才有可能 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 能够控制新冠疫情 些人也有医癌 成为参加了 没有光阳的行为 在现在的取消 去年参加让我们期待 而且他们对我们一起去 订阅 帮我来说